当我们今天来去看这样子一个内容的时候 这边完成与何必编辑个别文件确定 你会发现这样子一个编号一点都不像编号 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 怎么样去做这个资料的修改 我们来去看一下 先看刚刚原本的原始资料好了 刚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函式 RUNB是四十五入的意思 我取到小数位1位 那它出现的数值应该是78.8 可是这边你能不能看到 它出现的一个数值是多少 刚刚这边我去完成 这边出现是一个什么57.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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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个9 这样是不是很奇怪 不懂这个奇怪的地方吗 明明我在以色谣里面我已经设好了 可是RUNB的这边它出现是一个什么 很多个小数位数 在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要这样来去做 我们把这个以色谣关掉了 好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针对它用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做切换功能变数代码 其实我们应该要选择去编辑一下这个内容 首先我们先点这个编辑 它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内容 你可能搞不懂这是什么 什么功能变数什么 而且一大堆的英文 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看比较简单一点 先切换功能变数代码 这个叫功能变数 这个叫做应该说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合并 是不是找了一个叫做使用线友清单 然后把一个以色谣赋入进来 这个动作叫做merge bill 这个动作叫merge bill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针对VIP这个栏位 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栏位吗 是不是刚刚插入这里面有姓名 有学号 有VIP 然后接下来要在后面 我要输入它的格式 它格式呢 我写在白板上 就输入一个斜线 这个是什么意思 锦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 锦三位亿点的意思 好 所以现在你不输入三位亿点无所谓 那我是要取整数 所以就先打一个0 小数要几位 一位 所以点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个斜线就是它的一个格式 它的格式呢 有很多种 我现在我只要显示整数 数值 前面小数点之前是整数 然后接下来小数点之后 我要只取到1位 这样我就不会出现一大约的数值了 多加这个好了 多加一个锦字号 滑鼠右键 切换功能变数代码 然后再点完成与合并 编辑各别文件全部 这边就变成 刚刚是57.2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变成57 57对的第三位 然后这边是40对的第六位 接下来这是第九对的第八位 可以吗 这样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意思 因为很多同学写心来问说 我在以上那边我已经做了一个小数位数的控制 就是RUNB 可是它到Word这边 整个都乱掉了 你必须要额外的再去写这件事 滑鼠右键点这个VIP 然后接下来点选切换功能变数 这个斜线方向不要弄错了 然后输入一个锦 然后接下来一定要有这个锦 刚刚没有这个锦就产生错误了 一定要有这个锦 然后0.0 那如果你先只要取到整数 那后面那个点0就把它删掉 好了 滑鼠右键切换功能变数 我们再去看一下 完成与合并 编辑各别文件全部确定 这边是57 然后这边41 这边10 因为刚刚是9点多 自收入就变了10 好 那就是一个切换功能变数的应用 增加格式进去 就跟你们分享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了 我们去完成一下 我要